我发现很多教育博主有以下这些共性 如果你觉得跟你知道有出入 那么请相信你是对的 英语启门时间早 喜欢英语 喜欢英语歌曲或者电影等等 作为非英语爱好者 不被单词交流 无障碍的纯野生英语提高分享人 以上这些我都不赞 至今不喜欢英语 但是把它作为工具 完成学业和工作并且乐在其中 我都经历了什么呢 嘿我是阿图 无想必单词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中文刚好结束以后 找我做海外留学要注意什么的咨询越来越多 再加上准备出国教书的老师们的咨询 我发现大家出国最担心的有两点 听说国外不安全要怎么保护自己 这个以前的视频里有分享过 那第二个呢就是英语不好怎么办 最近收到的一条求助信息有点可爱 阿图我怕我输的英语老外听不懂 今天我就把一对一付费咨询里 听得到和听不到的经验总结在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在瞎扯 那么请相信你是对的 我把内容拆解为三个部分 有上篇中篇和下篇 那今天就是上篇 有表达就有回应 我在澳大利亚上大学的第一学期 英语水平就是听不懂说不出 教management的老师呢 图好口音有其重 才看过每句学过英式雅思以后 我第一次知道 宇宙中还有Aussie accent这种自由 慵懒随性的口音存在 坐在我旁边的澳洲小哥可能是看到了我 幻散空洞的眼神 直接把老师的澳式英语翻译成美式英语给我听 作为一堂management课 每个学生至少要做一次力的带小组成员完成课堂任务 好嘛我这一边听不懂老师的任务 一边不知道怎么跟小组成员协调 这一整个输入输出双向阻塞 在我刚堂报告完我们小组的任务进展以后 整个教室空前安静三秒 这漫长的三秒 我脑子里的画面已经从人类起源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再到郑和夏西洋 最后到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老师用意味深长的一句 结束了这尴尬的空白的虚无的等待 短暂的全班报销以后 使不约而同的带着友善的掌声 说实话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尽可能在有限的理解范围之内 跟小组成员去完成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任务 并且再用有限的语言表达能力 去说明我们做了什么 以及我自己的感受 我相信从任务的呈现结果来说 可能跟老师预期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对概念的理解 表达方式 呈现效果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 这些都会有差异 从教师的视角来说 在尽可能让所有学生都理解任务目标的同时 也要接纳所有可能 比如说我正在带领一小队人马 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拼命努力 作为老师 他要接受这种可能的存在 老师和同学们的回应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胜过语言的 认可和支持 后来我又在心里学习和工作了十多年 因为各种原因不敢公开表达的时候 都会想到那一堂课 对于我来说 即兴演说或者公开表达的那种兴奋感和开盲盒的状态是很像的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会有怎样的反馈 但还是很期待又有点紧张 只要表达就会有回应 大部分时候这个回应都不带负面评判 即使有让你不舒服的评判 那也是评判你的人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 说到这里 在英语环境里公开表达其实跟英语水平好不好关系没有那么大 最重要的是敢于表达 只要开始表达就会有回应 这个回应会促进想要做出更多表达的欲望 那么你会在想要说更多的原动力下 自然而然的说更多 下一期视频呢 我会分享或者怎么一步步从开始表达到想要表达 最后再到自由表达的 我是阿图 相信教学乡长坚持有教无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